所以诸位一定要慧永中 你这个妄念起来了 妄念当然是有 不可能没有 你要说没有妄念 那你早就成佛了吧 你就不是凡夫了 你有妄念 记住 决定你是凡夫 没有妄念就是人 你要用这句佛号去出妄念 念佛的时候 妄念起来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要把全部的精神 关注在佛号上 就是你要对佛号 不要去理妄念 妄念自然就妄念 妄念起来了 你要特别去照顾妄念 把佛号给忘掉了 那就换了 那妄念就越来越多了 佛号就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 你照顾他去 这个时候 是会用功 不会用功 就是说 你能够专注在佛号上 不理会妄念 你就会用功 你的功夫就在理 妄念自自然然 是妄念 不要想去除妄念 想去除妄念 这就是增加一个妄念 妄念已经多了 我还要除妄念 那个除妄念又加了一个妄念 妄念绝对你出不了 所以说妄念 所以说妄念